上個星期我們做過直播 可以發揮或抒發我對日本和韓國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模式 變成了票房毒藥 沒什麼人看的LINE 之前我們平時大約有189人看 直播當然都是四五十人 但之後多數都會加上189人 好的時候 譬如說香港樓市 這些也會上到2000人 或者更加高一點 但說回這些比較文青一點的東西 然後又跌回到1400至1500 那沒辦法 可能網友都是比較喜歡聽雷總說經濟 我看你煮食也是少一點 都是不喜歡看煮食 但尤其是蘇佛夏 不是這麼高級 一定要聽經濟的 大家都可以 都有準備的 我煮食是搭蛋的 那些是加 我賣菠菜送些蔥 上個星期我都看完你 不知道K.O.看完沒有 我之前不認識她 我之前不認識她 我看電視的第一次才認識她 但這兩天看到這段新聞 哇! 你問我近五六七八年 最美的一個日本女生 我會選擇雷賴瑤 雖然她很老 但你叫我數得出一個日本的美女 我就會數到雷賴瑤 因為她有拍SK2的廣告 其實知名度也不錯 然後一看新聞 哇!你也挺懂得吃的 選我最喜歡的 雷賴瑤也不只是樣子 就看別人的身材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剛剛點擊了我的照片 SK2也能蓋上 也不是表現身材 但又不跟這個女生結婚 跟雷賴瑤也結婚 說完男神就配女神 當然男才女貌也非常厲害 日本的文化是否也挺好 她就說 事務所很多時候都不會立即辟謠 但她們一些明星結婚的時候 都是閃婚 閃完婚之後就公佈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而你經歷 總之很流行閃婚 其實我想也有這麼多閃婚 可能之前已經拍了一輪拖 但蓋得比較密一點 好啊 再說回其他話題 就算雷種點唱之前 其實這個話題 我都覺得非常有興趣 因為小時候讀其中一個科目 就是物理學 去到高中的情況 應該中三的時候 已經有學到原子物理學 有學到α、β、γ 即不同的射線 α穿口能力比較高 加上能量就會比較高 影響的東西會比較多 那時候也說過核這個東西 有兩個方法去製造能源 第一個就是Fission 另一個就是Fusion 那時候英文差一點 現在也是英文差的 那時候的補習老師就教你說 Fission就是射一些高能量的原子 給一些重型的atoms 讓它走Fission的程序 中間就產生了電 那時候他說怎樣記住呢 就是Fission 好像父母教兒子 用藤條Fit 所以原子分裂出來 他就教你 這樣記Fission就是分開 Fusion就是融合 因為其實英文好 即是Fuse或者Fusion 就算一些高級餐廳 都經常說法國菜和中國菜 有Fusion 都是用這個字眼去表達 但是小時候的英文不好 要用英文去學物理 他就教你 Fission就像兒子一樣 被人適合的 記住 所以那時候已經說 Fission就是一個容易有的方法 Fusion就是 還是衝破不了那個關卡 而那個關卡就是輸入的能源 暫時那一刻 還是輸入的能源 是遠高於Fusion所產生的能源出來 所以那個經濟效率的話 其實不著數 因為你用的能源去插著它 更高於你產出來的能源 那你做來做什麼呢 但是Fusion的好處當然就是 它的產品出來就是一些 完全是對環境無害的物質 所以就比較好些 那K.O. 你就準備了一個情況 那應該能源局是未公佈出來的 但是大家都猜到就是 應該在講這個消息 你看這個 12月13日的時候未公佈 但是能源局已經是正式開了記者會 也都是公佈了相關的數據 那其實所謂的燃燃就是 就是剛才Edit也有說的 就是輸入的能源 就多於輸出的能源 但是它所謂的輸入的能源 就是它射出來的那些雷射的能源 那今次這個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裡面的實驗 其實就是用了2.05MJ的一個雷射 射進去 那就產生了Fusion的效果 結果出來就好像是3.14 總之它其實這個NiGFusion 就有一個叫做Q-Factor 那就是你的能源 就超過你的能源 這就是那個Q-Factor 那這次的Q-Factor就是1.54 就是人類歷史上 做這個Fusion的實驗最高的一個Q-Factor 那上一次其實 跟一個Lawrence 都做過一個類似的實驗 其實Q-Factor都去到0.7 那當時已經算是一個比較大的突破 那當然 我們說的是一個實驗的環境底下 然後它所謂的輸入能源 也只是計算它射進去那些雷射的能源 就不是整個系統的能源 那它整個系統是用了多少的能源 是300個MJ 那只是產生了3.14個MJ的能源 因為其實你要產生這麼高的能量 短時間或短範圍之內這麼高的能量 的Laser 就是效能就很低了 那所以呢 你說 當然這次實驗的效果很令人鼓舞 但是 你說要距離 有兩個均勻的 一個就叫做工業的均勻 工業的均勻 工業的均勻 的概念 就是說我整個系統 我所輸入的能源 就已經可以讓它自己維持了 它那個螢幕繼續去運作 那我就不需要再另外追加能源 下去 它就可以繼續在螢幕的反應 繼續 那這個就叫做工業的均勻 那如果要商業的均勻 呢 就是 螢幕 你如果 你可以有它的系統繼續運動 它繼續不停地有一個 螢幕的反應出來 你不把能源出來 那它是容易些去繼續維持 那如果你要用來發電 其實你是要在系統裡 把一些能源出來 就是轉做電能 那這樣的話 又會令到 它所需要的螢幕產生的能源 又要再要求再高些 那如果你是可以把能源出來 就蓋到你的營業的費用 那就是經濟的均勻 那這個又是再高一個階段 那這次呢 其實所 就是Laurence Livermore 首先可以講一下 講一下背景 講一下這個 研究室 那其實Laurence Livermore 就是兩個創始人的 一個就叫Ernest Laurence Ernest Laurence Ernest Laurence 在1930幾年的時候 1939年 是一個諾貝爾 物理學的得獎者 就是在U.C.Berkeley那邊 就創立了這個 這個實驗室 另一個就是Edward Teller Edward Teller 就被稱為 輕彈之父 就是可以知道 創立了這個 兩位人 輕到來頭那麼少 那最初那個 其實就是在Berkeley 但是後來 Berkeley那個 地區已經不夠用了 就轉了一個 大一點的地區 就是在Livermore 所以為什麼整個 研究室的名字 就叫做Laurence Livermore 就是這樣來的 那這個Laurence Livermore 的實驗室 其實就是 Under Department of Energy 美國能源局的一個 一個實驗室 那其實再特別一點 它本身是一個 用來做核武研究的 一個實驗室 但是當然 就是因為 自從80年代 和蘇聯 和各國 就是世界各國 都有簽訂一些 就是退出 核子武器的一些協議 所以越來越多 就會做一些 就是核子相關 就是近年 就會做一些 核融合的一些 一些實驗 那這次 Laurence Livermore 這個 或者是NIF 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ies 它所用的辦法 就叫做 Inertia Confinement Fusion 就是 慣性 不知道什麼 慣性動能的 一個 Fusion 它那個原理 就是 用 Laser Laser 不是直接射到 燃料那裡 它是射到 那裡 它射到 外圍 就會產生 在內側 就會產生了 很多X-ray X-ray 就產生了 一些震動能力 就 令到 那個原料 好像一顆BB彈 那麼大的原料 就會壓迫它 短時間之內 造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令到它高速加熱 燃料方面 其實也都是 記得之前說過 通常都是用Deterium 和Tretium 這兩種 輕的一些 中子 和 最主要是中子的數量 是不同的 所以融合了之後 就會變成 Helium-4 就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物質 其實今次所產生的能源 就是3.14MJ 大概是什麼概念呢 是可以煲滾10煲水左右 所以你可以知道 其實所產生的能源是比較小的 而 我覺得 就是 能量測量 即是用雷射 再 在一點的燃料 做Fusion 其實是比較難 做到一個 能量的裝置 出來的 因為 如果Fusion 只是聚集在一點 進行 其實是比較難 去掘出能量 其實現在 你說一個最接近 商業能量的 一個設計 始終都是另一種 就是 Magnetic Confinement Fusion 就是之前也有說過的 那隻叫做Tokeman 或者是Stelerator 就是用一些電池的 或者我 我展示一些 圖片出來 可能大家會比較 是否是雙的 是 加速器 有 對了 先看看 現在 一些是否 是 OK 那這個就是Tokeman Tokeman 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 Doughnut形狀的 一個 實驗室 那中間 就會 有一個 裝置 就產生一個 Magnetic Field 外圍 產生另一個 Magnetic Field 那兩個Magnetic Field 就可以令到中間的 那些燃料 由於 其實 應該這麼說 其實 Fusion 即 Nuclear Fusion 這件事 不是很高深的理論 因為 只要你把溫度 加得夠熱 然後 那些燃料 自己的 那些 元素 撞來撞去 自然就會產生 Fusion 就等於太陽 因為質量夠高 所以 把元素 逼得夠 自然就會有Fusion 效果出來 但是 技術的高深 或者工程上的難處 就是因為 你是等於太陽 甚至乎是超過太陽的熱度 你可以用什麼的方法 去保持住 一些 這麼熱的東西 那 Token Mac 就是 用兩個 Magnetic Field 兩個 電磁牆 來 把那些 超過 百多萬度的 plasma 等離子 液體 或氣體 在半空中 運行 就碰不到 Token Mac 的牆壁 所以可以維持住 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可以令到Fusion 的反應可以繼續 其實你看到這個 Token Mac 這個 Facility的名字 就叫做 ITER 暫時來說 可以說是最 最延遲的 Fusion 設計 是一個 35個國家 包括了 美國能源局 都有參與的 共同投資 去開發的 一個 大型的裝置 本來 預計是2020年 做第一次 Fusion 實驗 但由於 這麼大型的工程 通常都會有延誤 延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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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誕到2025年 才開始第一個實驗 但它的設計 會投入 50MW的能源 目標是產生 500MW的 輸出 即是說 Q-Factor 就不是1.54 Q-Factor 是10 這個 當然是厲害很多 但也是 投入的 50MW 只是 可能是 加熱上 不是整個 整個系統的 能量 所以 這個 距離 去到2025年 是不是已經馬上可以 是商業能量 這也不是 還有 其實現在 Fusion Energy Token Mac 另一個好處 就是 它比較容易 去掘出 能量 因為它只需要在外面 再加一個 加壓 高壓的 水管 其實 它已經可以 將一些高壓的水 變成高壓的蒸氣 然後輸出來 就可以推動到 波輪機 對 這樣 就已經可以 做到發電 反而 現在 需要克服的問題 就是 燃料的問題 因為 剛才說過 燃料主要有兩種 一種就是 Deterium 一種就是 Tratium Deterium 在海水上 裡面 就是 很多 可以 隨時 可以開發 很多 就是 Tratium 另一種 就會比較 罕有 現在 全世界最主要的Tratium 來源 非常諷刺地 就是來自於 傳統的核電廠 Nuq Efficient 的一些反應 就是 通常現在 核電廠的冷却系統 就會用很多水 很多重水 如果重水 掌握到 核分裂的時候 所發出來的一些宗子 就會產生了很多Tratium 但是 諷刺地 由於現在 全世界都開始 核電廠 都開始反核 減少了 核電廠的運作 所以 Tratium的產量 是每年都在下跌的 那麼 這個節時間 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繼續說 好 OK